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好久不见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呢 我呢,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和大家聊聊天 平时都是拍些段子 难得就像这样坐下来聊聊天 今天呢,最好是礼拜五 正好夜宵店也不忙 因为天气冷了 家里嘛,两个孩子 放假了,所以说呢 难道今天轻松一下在这里和大家聊一下我的故事 我是,双手是一岁的时候烧伤的 很多人好奇说 你没有双手,你怎么会画画 怎么会自写那么漂亮 怎么会化妆 怎么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是五指姑娘 嗯,能干也不是我多么的厉害 是我这些啊,这些事情我之所以能做 把它做得比较熟练 都是在很多的失败 就是不停地通过失败 失败,然后再努力 然后这样才做成功的 知道吗 所以说呢 嗯,很多人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把手自一下 这样会方便的啊 不是我不是这字 说是难听的 因为以前的时候 一岁的时候烧伤 我们那个时候 一个是家里条件不允许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的手还是一岁烧伤 那时候烧得比较严重 手指头全部都烧断了 包括左手 很多都是 烧断了一节两节啊 有些只剩下一节的都有 所以说去制的话 嗯,以前家里条件有限 也制不了 现在嘛 你说去制的话 费用也是很高的 嗯,在去年的时候 我咨询过 然后 制一只手要10万到15万左右 我觉得哈 两只手加在一起 都可以给我买一套房子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 这个必要去制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去制的话 不一定哈 风险率是 是有的 他制的话 不一定说 让你能 嗯 呃 干活 他只是 制的话 会让好看一点 外观美观一点 但是呢 干活的话 还是靠你 每天的去锻炼的 嗯 然后 如果你万一说是 这个有风险的 你做了不好的话 是不是以后 还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呢 对不对 所以说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我也害怕哈 其实我也是个怕疼的姑娘 我也是个女孩 是不是 所以说我也 我也想到要去 手术台啊